歡迎收聽星期二到英國新聞報導 今天是6月5號 我是你的節目主持人波仔 在此首先歡迎大家支持我們的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訂閱我們的youtube 以及patreon頻道 月費贊助我們 第一則新聞 印雷王與莉莎白二世 繼續留在溫沙埔休養 缺席年度四次 葉森打比大賽 各地的慶祝活動就繼續 劍橋公爵威廉王子一家 前往卡迪夫官和印雷王 登基白金禧年的音樂會彩排情況 更獲腰積職嘗試指揮樂團 威廉和夫人凱特 還有夏洛特小公主 都先後揮動指揮棒 印雷王的外孫女 本身是馬術運動員的扎拉透露 印雷王這一日安排坐在梳化上 穿著簡單舒適的衣服觀看賽馬 扎拉的母親安妮公主 就代表印雷王出席葉森打比賽事 慶祝印雷王伊利沙帕二世 登基70周年的音樂會 在白金漢宮前的 維多利亞女王紀念碑附近舉行 印雷王因行動不便便沒有親身出席 改為錄製一段短片在音樂會上播放 音樂會有多位著名歌手和樂隊參與表演 包括皇后樂隊、樂士超域等等 吸引了大約兩萬兩千人到場觀看 另外有幾百萬人就看電視直播 王柱查理斯和劍橋公爵威廉王子 都有在音樂會發言 查理斯說音樂會是皇室英國英聯邦 以知全球對他母親的致謝 感謝他多年來的貢獻 令到英聯邦成為令世界變得更美好的重要力量 由於英聯邦出席不了音樂會 他就留在溫沙堡看電視直播 而在音樂會開始前 現場播放英聯邦和英國兒童文學典典角色 柏林頓洪一起享用下午茶的片段 媒體說這段短片其實在今年三月已秘密拍攝 在片段中 英聯邦透露他和柏林頓洪一樣 喜歡食果醬三文治 柏林頓洪亦不忘 感觸英聯邦登基七十週年百金欣年快樂 還說多謝你 多謝你的一切 隨後窗外響起古勝 英聯邦和柏林頓洪就跟著皇后樂隊的經典名曲 《We Will Walk You》的樂星 用瓷巾敲著杯盤打起折拍 另一方面 市場研究公司UGAF的民調顯示 英國年輕族群對皇室成員的態度自2019年出現轉變 也就是在哈里和梅根舉行婚禮一年後 年輕族群原本寄望哈里和梅根的結合能夠以他們自身 和現代性和包容的形象重訴皇室 但想不到他們兩個人後來和皇室鬧回了 四下皇室職務 2019年的調查顯示 18歲至24歲族群中 有46%的人認為 君主制是應該繼續存在 有26%就認為 應該有一個民選的國家元首 另外有28%就表示不確定 去到2021年3月至5月的調查顯示 在18歲至24歲族群中 有31%認為君主制應該繼續維持 就比2019年那次調查下跌了15個百分點 另外有41%的人認為 應該要有一位民選國家元首 而這個數字比在2019年時 是升了15個百分點 另外有剩下的28%的人 就認為是不確定或未做選擇 英國倫敦大學教授哈澤爾表示 年輕世代對於皇室的態度 出現明顯轉變的原因有很多 我們有一個連邁的君主 要令年輕人認同一位非常年長的人 其實不容易 但他又認為隨著威廉皇子夫婦 帶著他們的孩子參加更多公共事務 小公主和小王子會逐漸成長成為青少年 預期社會大眾對皇室的關注度可能會隨之回升 下一則質問 英國執政保守黨將會在星期三對黨魁兼首相 約翰遜發起不信任投票 約翰遜在炮對門事件後 在保守黨內失去威信 至今超過25名保守黨下議院議員公開表示 已經向1922委員會提交信件 要求對約翰遜發起不信任投票 星期日《太陽事報》引述消息人士說 1922委員會實際收到的信件已經接近 甚至可能達到超過54封信 即是發起不信任投票的門檻 報導說委員會準備在星期三舉行不信任投票 如果約翰遜無法取得莫半數保守黨議員的支持 就會失去黨魁的職位 而選出來的下一任黨魁就會接替做首相 下一則新聞 英國諮詢公司CGA向超過5550間酒吧 和夜店進行了調查 發現一間位於倫敦的酒吧 啤酒價格是最貴 每品脫即473毫升 平均價錢達到8.06英鎊 而CGA的數據顯示 自從2008年金融海嘯以來 每品脫啤酒的平均價格已經升了超過七成 由當時的2.3英鎊升到目前的3.95英鎊 CGA的數據也顯示 英國自從2020年開始 平均每品脫啤酒成本最少上升了百分之七 預料未來將會維持升勢 英國媒體指出 啤酒價格在2008年1月至今年4月期間的升幅 如果只跟隨通脹率 每品脫的平均成本價應該是3.35英鎊 大麥是啤酒的關鍵原材料 而烏克蘭是大麥的第四大生產國 受到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戰事影響 導致釀酒成本或大增了七成 而且酒吧餐廳自從2021年解封重開以來 面對食品和飲品供應價錢飆升 加上英國在脫歐後貨品交付延誤 和人手短缺等問題 都帶來了額外的經營成本壓力 餐飲行業的通脹率達到13%至17% 英國服務業機構UK Hospitality的行政總裁Kate說 行業正面臨較武漢肺炎疫情期間更龐大的危機 他說有很多獨立的店鋪倒閉 他估計在機構中大約有2萬美元正面臨虧損 3萬美元的現金儲備不足 更警告可能有超過1萬間餐廳或酒吧倒閉 英國啤酒及酒吧協會主席Edmar說 已經有部分商戶決定倒閉 加上成本上漲導致商家生意額 需要提高兩成才能繼續生存 下一則質問 中國桌球選手梁文博因為家庭暴力案件 被定罪之後 世界職業桌球協會公布了對他的禁賽處分 去到今年8月1日為止 35歲的桌球選手梁文博曾經在英國錦標賽獲了亞軍 2021年7月他在英格蘭北部Sherfield攻擊一名女性 在今年較早之前就被罰款1380英鎊 以及做12個月的社會服務令 當時閉路電視畫面拍攝到 他在當地的街頭和一名女性拳打腳踢 涉及蓄意和持續的攻擊 梁文博亦坦誠認罪 世界職業桌球協會在今年4月初 透過報紙才得知事件 就立即對梁文博作出禁賽的處分 所以他都錯過了世界職業桌球錦標賽 世界職業桌球協會紀律委員會 接著進行了調查 就在昨天在協會網站上發布 聲明公布最新禁賽處分 直到今年8月1日為止 下一則質問 英國倫敦警方因接報 特拉法加廣場發現可疑車輛 一度將廣場民眾疏散 6月4日早上 倫敦警方在特拉法加廣場拉起封鎖線 又要求附近的行人和一間酒店民眾離開 倫敦警方發言人表示 6月4日上午9時半接報現場發現可疑車輛 經調查後相信事件與恐怖主義無關 有人亦在社交平台表示 現場聽到疑似爆炸聲 據報倫敦警方已將可疑的物品引爆 特拉法加廣場輪近白金漢宮 而在昨晚白金漢宮外舉行了音樂會 慶祝英女皇伊利莎白二世登基70週年 今集節目時間又來到尾聲 最後呼籲大家支持我們的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訂閱我們的youtubepatreon頻道 月輝贊助我們 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